董花姐我想知道 别人都是三位嘉宾 您今天是四位 好 我要连线一个人 这个人呢 他们俩都挺熟悉 可能你呢不是特别熟 来 我们来看二号大屏幕 请开大屏幕 哎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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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哎呀 这孩子你也不说一声 刚刚跟我连了 那他会说 给我介绍介绍 他也不是我女儿 也不是他女儿 更不是你女儿 是一个可爱的女儿 就我们大家等他介绍一下 小乐你先看看我旁边周伟老师 这个叫周爷爷 叫周爷爷好 你好 周伟老师好 你好 这孩子 那我是听于老师的 还是听王老师的 你肯定听王老师的 你肯定也听于老师的 这是周伟是这样的 这孩子呢 哎小乐你是 他吉林松原 他是徒步全国做户外直播 这孩子非常有意义 他已经四百多天了 是吗 自己拉着一个五百斤的重的车 一道走呢 一道唱歌 一道这个 做直播 最关键是 他这个过程当中 所有打的赏 他赚了的钱 都把这个东西换成了这个礼品 送给一道上的环卫工人 买的吃的喝的用的 难得小乐能够停下来 平时它后面永远是个车 现在你的车去哪了 你现在藏在哪啊这是 因为车咱们不方便展现嘛 然后我现在在旁边的小树林里 有一个很安静的环境 小树林里 他专门找的 然后一直等着我们的 真好 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其实为什么来连这个姑娘呢 是因为 我想说余文华老师就是这样 她就是一个热心厂 她在一个平台上直播 突然呢就看到了这个姑娘 她觉得这孩子不容易 就好当时这个孩子呢 路过呢山西 要翻一个什么坡吧 好像是 然后就自己 她走了一天一宿 三十六个小时 然后她又觉得很难 她就说 我给你介绍一个我的朋友 他叫王维念 他山西人 也许你要遇到困难 你可以找他帮忙 然后王老师就 王老师可能自己 我以为是个男孩 他告诉我说是 拉着一车走了四百多天了 我肯定是个男的嘛 结果等我连上的时候 吓我一跳 是个女娃 是个女孩 我告诉你 你现在看这个样子 不是她的本人样子 给晒成这样了 本人是个小美女 这照片很漂亮的 那现在也很漂亮啊 然后呢 王维念老师呢 就接着余老师 陪着这孩子 就开着直播 然后一直跑到夜里 一点多钟 从此 他们两个人 谁有空 谁就每天盯着 这孩子遇到困难之后 他们就一起想办法 就我是觉得 小乐 你对于文华老师的印象 是什么样的呀 是一位长者 是一位聚者 是一位跟人相处 就很舒服的一位老师 对 让人不忍心去打扰 就感觉跟他站在身边 就感觉很幸福 于老师对你的帮助很多 对吗 其实是这样的 我就是想为小乐呢 当他一个人走夜 他经常走夜路 我就是希望 哪怕是用我的歌声 我的音乐 陪伴他走一段路程 我觉得对他 就是一个最大的支持和鼓励 因为小乐有一天 我为什么后来 我要坚持每天跟他 联一会儿 要陪他一段 他有一次邀我唱摇篮曲 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 那天我说没有找到音乐 我就没给他唱 后来我才知道 第二天还说 老师我想听摇篮曲 他哭了 为什么呢 他是他小的时候 妈妈 总给我唱 对给他唱 可是后来呢 因为种种原因 他现在就是自己 自己这样的生活 所以我就觉得 我是挺心疼这个孩子的 对 特别心疼这个孩子 所以 有的时候小乐 比如说遇到心理上 有一些解不开的结的时候 他会跟我说 老师怎么怎么样 后来我就尽量给他去 疏导 疏理一些 但是我觉得 我的能力有限 我说小乐 我说 我给你介绍一位老师 我给王老师 我说王老师 有一个孩子 叫王小乐 他每天徒步走 这孩子现在是 有些遇到一些事情 他身体解不开 心理解不开 我说以我的能力 我可能 我不能真正地 给他去排遣这些 我说王老师 您做了这么多年的 就是情感类的节目 做了很多 可能您的话 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 去指导这个孩子 尽管走出来 不要他沉浸在一个 这个情绪当中 我再把王老师 给小乐对接上 这样的话 我觉得 首先来讲呢 对小乐是一个帮助 从这个身体 你心里都是一个帮助 作为我来说呢 我可能就是 我愿意给小乐 做一个 就像他说的 像阿姨一样的 这样一个长辈 但是从真正的 专业的水准来讲 小乐你真的有什么 心里有特别大的 纠结的事情的时候 你请教王老师 他一定会给你梳理的 非常非常的好 以后你还可以请教 你周伟叔叔 这个时候 今天第一次见面 知道了你的故事 我也愿意陪伴你 而且我也建议你 跟那个 于阿姨 没有时间的时候 多跟周伟叔叔聊聊天 因为那个 违念爷爷呢 这毕竟年龄大了 容易讨偏 容易讨偏 不能多听 不能多听 调剂一下可以 所以说 知道你这个故事 真的是很感动 一个孩子 我知道肯定背后 会有这样那样的原因 对 对